咖啡一家人 当时我们就 猫逼了 儿子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哎 今天有个字不会写 我老师还被发战了 什么字啊 你怎么向老师请教的 老师 你知道死字怎么写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女儿 你有没有喜欢的男生呀 没有 你这次考试多少分呀 88分 还可以呀 那他呢 他是93分 老板 我来面试的 嗯 你能干多久呀 卧槽 一上来就问这么刺激的问题 一般半小时吧 我是说在这里 在这有点紧张 大概能短持五分钟吧 呦 怎么了 快告诉大姨吗 在幼儿园里 男生可以带五岁玩具 但是女生就没有 不会的 幼儿园规定 不可以带自己的玩具去的 可是每天五岁的时候 老师都说 男生不要玩小鸡鸡了 看完不过瘾 微信点击添加朋友 点击公众号 搜索哈皮家人 添加关注 拯救各种不开心 看完记得点赞分享哦